全球疫情風暴中心的美國 累積確診病例 已經突破了六十萬例 有兩萬多人死亡 而近來大力抨擊世界衛生組織 WHO偏袒中國的川普 已經宣布暫停贊助WHO 美國累積確診人數 在當地時間十四號 已突破六十萬大關 兩萬多人死亡 近來大力抨擊世界衛生組織 WHO偏袒中國的川普 已宣布暫停贊助WHO 而重災區紐約州感染人數已破二十萬 一萬多人死亡 州長古墨簡報指出當地單日新增七百七十八死 有再度上升 不過紐約疫情已到達高峰期 住院人數開始平穩 紐約市則從十四號開始把疑似感染的病逝者也納入統計 這十單日新增死亡人數暴增到三千七百人 全市累積死亡人數破萬 疫情仍嚴峻但總統川普和各州卻掀起核實復工的口水戰 郭末十四號表示川普宣稱總統能決定何時復工 說法錯誤但他也強調不想跟川普對抗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合作 防疫大將佛奇則表示 決定開放的關鍵仍是病毒 各州新增病例曲線 仍在上升 現在談五月一號開放 有點過度樂觀 鏡頭轉到歐洲 兩大疫情災區 義大利單日新增兩千九百七十二 例是近一個月來最低 西班牙則新增三千零四十五例 雖然比前一天多一些 但仍低於過去兩星期的確診數 法國和英國疫情仍持續升溫 法國新增六千多例 累積超過十四萬例 死亡也增加七百多人 總死亡人數超過一萬五千人 是全球第四多 英國單日增加五千多人 死亡也增加七百多人 累積一萬兩千多人死亡 政府也坦言療養院爆出群聚感染 疫情衝擊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F預估 二零二零年全球經濟將受重創 將成為一九三零年代大蕭條以來 最糟糕的一年 但INF也指出 若疫情在下半年逐步緩解 明年全球經濟成長率能反彈到百分之五點八 INF也將臺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從去年十月的百分之二 大幅下修到負百分之四 不過預估明年臺灣經濟成長率 將達百分之三點五 記者 需要您報導